剝叶 剝叶就是在你的细叶 你在平常的时间做造的叶 你嘴巴造的口叶 剝叶就是口叶 眼睛造的叶 剝叶就是眼睛的燕叶 耳朵造的叶 造成了耳叶 所以隔别的剝叶 隔别分别的剝叶 晚上不睡觉 忽思乱想 就造的叶叶和你肝上面的叶 不喝水 故意熬夜 在神脏上面 肾上面的叶 所以这些叶都是隔别的 也就是身体上面 所有的分子 所有的元素 所有的分子 每一样都有一个叶叶 你想拔食 把这个叶叶收集 困难不困难 叶叶要熏悉 一个一个 要把它熏悉秤 以后才能送到 公困上边去 中子没有熏悉秤 不能送到公困上边去 叶秤书了 什么叫叶秤书了呢 就是说十大的条件 有了 呵护十大的条件呢 每一部分都有了 所以这就叫公困秤书了 所以公困秤书了 这个时间 吴运就来了 吴运就把它牵出来了 枪子牵牵 就还要勉强的 很用力的把它拿出来 因为这些叶秤为公困 在巴士上边 他还不愿意 离开巴士呢 他还想在里面 享受呢 所以他知道 一秤 秤十大的时候 就要受罪了 所以秤为十大 然后小孩生出来 一生出来就哭 大哭一场 就是他还是不愿意做十大 他还是愿意在巴士上边 在那个地方 不愿意当十大